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资料结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资料结构 今天是资料结构课程 最后一次的播出 今天我要跟各位继续 上一个礼拜的主题 搜寻 除了谈搜寻之外 我也要跟各位 做一个课程的总结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是先看一下 这个讲词的大纲 那么这个讲词呢 我们针对搜寻呢 要跟各位谈三个主题 一个 什么叫做杂臭 第二个 如何设计杂臭 第三 如何处理碰撞 这三个名词 听起来就有一点奇怪 我们本来都在讲找资料 为什么你要跟我讲杂臭呢 等一下谈到内容你就会清楚 因为这也是找资料的一种方法 那么最后呢 我会带着各位呢 回顾一下我们这十八周课程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所谈的搜寻跟搜寻件 跟大家做一个复习 搜寻找资料 找李大同的电话号码 这样的一个叙述 我们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找姓名为李大同的电话号码 我们想到什么是搜寻件 什么是搜寻件词 所以我们在学一个课程 对一些名词 一定要能够非常清楚而精准的了解 那么搜寻呢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流程图来表达 我们都是先找到一个资料 当作比较的对象 如果这个比较的对象 一看就等于我们的搜寻件词 那么我们就说搜寻结束 否则的话呢 我们再去拿一个比较对象 那么这样子的重复次数越多 我们的效率当然就越差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曾经讲过 二元搜寻跟循序搜寻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杂臭 跟这两种方法有很大的不一样 各位想象 如果我有一个机器 我把搜寻件词丢给你 你就可以告诉我资料摆在那里 那不是很好吗 就像现在画面上的图一样 如果我告诉你搜寻件词为X 那你就告诉我 它放在哪里 这不是太棒了吗 那你说有这么好的机器吗 有啊 这个机器就叫做位置计算器 是我们自己把它设计出来的 那我们要把它设计出来 我们就用一个函数来设计 我们把这个搜寻件词X 当作一个参数传给它 然后呢 让它找到以后 就把位置传给我们 我们就到这个位置里面去找资料 这个资料就会被我们找到 你说这个跟前面那两种方式 是截然不同 没有错 它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我们的资料 是按照学生的学号 去存资料的话 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个位置计算器 因为我要找三号的学生的资料 我就到三号去找 对不对 不是很方便吗 我要到五号 就到五号去找 那就再方便不过了 为什么还要有位置计算器呢 可是常常事与愿违 比方说 我想要用员工代码去找资料 那我的员工代码呢 可能是两码英文 两码中文 各位 如果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号码 就当做它的位置的话 我们的位置的数量有多少 这所谓的位置的数量 就是阵列要多大 是26乘以26乘以10再乘以10 这个阵列要六万七千六百个储存位置 可是这会是多大的员工规模 我们通常 我们编了一个员工代码 这个员工的代码 很可能前两码虽然是代表部门 可是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部门 不会有26乘以26个部门 同样的道理 后面两码代表流水号的话 我们每一个部门也不一定会有99个员工 也因此呢 如果我们真正的用这样子 来设定它的储存的位置的话 我们会浪费很多的空间 实际上也是不符实际的 那如果我们用身份证号码来当做位置 那就更不得了了 你看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它是一个英文字母 再加上九个数字 这乘起来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鉴值 换成我们储存的位置 那怎么换呢 我们就用位置计算器去计算 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是一个位置计算器 那各位先看这个程式 我这个函数呢 是用个除法来做的 这个除法还真奇怪 用取余数的运算 这个地方请各位要清楚 除法跟取余数的运算 它是不一样的 虽然取余数的运算 也是除 但是它用除的操作呢 却是把除出来以后的余数 也就是它的三数 是取整数 除出来的余数 当做答案传给我们 所以如果我用 如果我用X除以13的话 那余数它的范围 就是0到12之间 换句话讲 如果我用这样子的一个 计算的公式 去做位置计算器的话 你任何一个数字 丢到里面去让它做运算 它的答案只有13种情况 也就是它余数可能为0 也就是整除了 余数也可能是12 也可能是11 也可能是10 也可能是到1 换句话讲 我算出来的位置 就只有13个位置 那如果我今天要处理的资料量 是那么少的话 那当然没有问题 可是通常我要处理的资料量 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用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告诉各位 只是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来设计位置计算器 而不是说既然那么少的位置 我干嘛还计算 所以我们在课本上所举的例子 它当然都是小规模的 可是你要去想真正的遇到 实际的情境的时候 可能不是这么小 那么我们用这个例子来看 我员工代码如果是1101 那么它的余数是9 如果是1201 它余数是5 那依此类推在这边有7个资料 这7个资料 有两个重复 是1101跟2101 两个会重复 怎么办呢 我们等一下再跟各位继续谈 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刚才我们谈到杂臭函数H1 我们用13当作除数 以取余数的方式来算出它的位置 那么我们发现到有两个资料 它当作参数放进位置计算器的时候 会算出相同的函数值 如果我们再用另外一个例子 用23当作除数去算的话 也发现到 它也是会出现同一个函数值的情况 那像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称之为碰撞 一旦出现了碰撞 我们就要去处理 所以在杂臭函数设计的时候 虽然我们要尽量地避免碰撞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资料 是变动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套机制 去面对 万一发生碰撞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讲次稍后 我们会谈碰撞处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就先继续来谈 我们杂臭函数的设计 那么我们谈到杂臭函数 虽然是把这个资料放进去 它就算出一个位置计算器 可是真正的计算出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能够找到资料了 当然不是 因为你在放资料的时候 如果不是按照这个函数值 求得储存的位置的话呢 当然不会在那个位置找到你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先看 我们在存入资料的时候呢 用那个杂臭函数来求得 存入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演算法 首先呢 第一步 我们输入资料的鉴值 也就是搜寻鉴值 然后第二步呢 我们就利用杂臭函数呢 去求得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要放资料的位置 我用这个函数 杂臭出位置 我放进去 同样的 哪一天我用同样的公式 杂臭出位置 我才能够找到资料 对不对 可是很不幸的 各位看第三个步骤 若该位置已有资料 那就要处理碰撞 然后再将资料存进去 也就是说 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资料了 你不能够直接盖过去啊 你要处理碰撞 那么处理碰撞是下一个主题 我们再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才能够再将资料存入 所以若仍有带存入的资料呢 我们再回到步骤一 再去把资料鉴值找到 然后再去杂臭函数算出位置 然后再看看有没有碰撞 如果有碰撞 处理碰撞 如果没有碰撞 然后就把资料存入 所以这个是存入资料的一个演算法 那我们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呢 那就更容易啦 各位看 首先我们就输入搜寻鉴值 接下来我们一样利用杂臭函数 求得位置 第三 如果该位置的资料 为搜寻资料 这演算法就结束 那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要依处理碰撞的原则 再求得下一个位置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明明求得的这个位置是3 我把3的资料拿出来 一看哎哟 奇怪 它不是我要的资料 你说我明明不是位置计算器 帮我计算出来就在这里吗 可是刚才我们用H1 H2这两个杂臭函数 都告诉各位 它会出现碰撞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依照处理碰撞的原则 再去取下一个资料 看看是不是才是 我们要的这个资料 所以在杂臭的设计使用上面 一定要附带一个观念 碰撞的处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什么是良好的杂臭 所谓的良好的杂臭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的参数值放进去的时候呢 它产生特定范围的函数值 那这当然这个范围是我们所需要的 比方讲你的资料有2000 那么你的杂臭出来的范围呢 就不能够低于2000个储存位置 你一定要高于储存的2000个位置 所以你要产生的值呢 一定要在你要求的范围之内 这是一个杂臭函数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 函数值的分布 要能够平均 为什么说要平均呢 如果你不平均的话 它就一直发生碰撞 那有一些空格留着 没人存资料 有一些空格呢 存了很多的资料 要很多的处理碰撞的程序 当然就影响到 我们搜寻的一个效率 第三 我们函数的计算要简单 我们刚才提到 杂臭函数是一个位置计算器 我们当然希望它计算得越快越好 很快的就帮我们找到资料在哪里 可是如果你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 这个计算公式 它算半天 那这个当然就影响到搜寻的效率 那么也有一些书上 把避免碰撞了 列为搜寻良好杂臭的一个条件 那当然 碰撞会不会发生 我们在第三 第二 函数值的分布 如果平均的话 那么这个杂臭 说产生碰撞的几率就会变小 所以我就没有在这地方 把减少碰撞把它列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杂臭设计的方法 那么杂臭设计的方法有很多 就是这个位置计数器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设计出来 它的方法很多 刚才呢 我们介绍的第一种方法就是除法 就是除法 那等一下呢 我们还介绍成法跟折叠法 那除法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基本上是用取余数运算 然后把这个M这个除数呢 设定好 它就能够回应到我们函数值所产生的范围 如果我除以13 那它的范围就是0到12 如果我是23 它的范围就是0到22 以此类推 那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方便起见 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值加1 那么它的函数范围就是会1到M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看起来就比较方便一点 这是我们刚才所介绍的除法的例子 所以这个是我们介绍过的内容 我们这边就不再重复 接下来我们讲乘法的例子 那乘法的例子呢 我这个地方我用一个MIDV 这只是我给它的一个名称 其实这个函数的名称 你们可以自己去设定 那这个函数代表的是什么呢 是我把参数值 就是给我的搜寻件值呢 本身自己乘一遍 也就是做平方 那做一遍以后 它的数字就很大 我取第三位数到第四位数 当作它的函数值 从右边算 那举第一个例子 我H105 那我这个105呢 拿去乘以105 也就是105乘以105 等于11025 这个时候我从右边开始算 1 2 3 4 我就取这两个值 就是10 当作函数值 所以H105等于10 也就是这个资料应该存到位置为10 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这是乘法的一个例子 那除法的例子 乘法的例子 都有了 我们先看一下那个乘法的 实际上的范例 我105它就乘出来是10 111是23 145是10 一样也会处理 出现碰撞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难完全避免掉碰撞 好 乘法除法两种方法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折叠法 所谓的折叠法呢 我们又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一位折叠法 一个是边界折叠法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难 所以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各位做说明 欢迎回来 我们看折叠法 这折叠法呢 是比较用在我们的 见值比较长的情况下 比方讲我们的身份证号码 这个九位数 我们把它分成三节 那这分成三节呢 我们可以说 直接用一位折叠法 就是直接把它移下来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然后把这三节加起来 然后取三位数 那你说老师能不能取二位数 当然也可以 这个地方只是示范 这也是一种做法 那所谓的边界折叠法呢 它不是直接把它移过来 它是直接把它折了以后 没折断 这样子转过来 一二三 四五六七八九 你说这样子哪一个好 哪一个不好 没有所谓的好坏 只是告诉各位 这也是一种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杂臭函数的设计 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去做各种的一个设计 我们在这个地方所挤的 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并不是说一定要如此 那么折叠法呢 我们来看 它可以把九个位数的资料呢 转换成000到999 1000个位置的一个函数值 那如果用一位折叠法 跟边界折叠法 当然就不一样 可是你存入跟取出 跟搜寻的时候 一定要用同一个公式 就是你用一位折叠法 你就全部要用一位折叠法 用边界你就要用边界 那这是基本的原则 并不只有在折叠法 是这个样子 在除法在成法也是 你那个公式一定要一致 不然说你按照公式A 算出来的位置摆进去 你却用公式B去找资料 那当然找不到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我们如何来处理碰撞 那什么叫做碰撞呢 当我们利用不同的数件值 却得到相从的杂臭函数值 就称之为碰撞 那解决的方式呢 我们在这边举两个例子 一个叫做线性探测法 一个叫做链接串列法 所谓线性探测法 就是发生碰撞的时候呢 依线性的原则找到第一个 可存资料的位置 将资料存入 它的缺点呢 它的U缺点 U点就是设计很简单 反正碰到了 你就往下找一个空格 把它填进去 缺点呢 就是容易产生重极的现象 所谓重极的现象 就是资料会挤在一堆 我们等一下看 好 假设只有七个学生 那这七个学生呢 我们用的杂臭函数就是 取它的第一个字母 那取它的第一个字母 你看第一个Jobs 那它就要杂臭到J的这个位置 这是线性探测法 好 Gate到G的这个位置 再过来Dale在D的这个位置 Code第四 它是在C的这个位置 到目前都很好 接下来Gray不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在G 对不对 可是它G已经有资料了 那不管37211 往下看 找到一个空格就把它填下去 是不是就出现碰撞 好 接下来就也是一样 它出现了 应该在J 但是Jobs站了这个位置 所以它只要望下 接下来Krunus 本来K是好好的 结果被救站了 它只好再望下 所以这样的话 等一下如果有L的出现的话 它一样又发生碰撞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发生资料 过度集中的一种情况 好 那么什么叫做链接串列法呢 那么链接串列法呢 就是杂错所得的函数值呢 只是代表链接串列的编号 发生碰撞的时候呢 它将资料存入对应的资料链接串列之中 它的特点呢 就是利用链接串列 然后它可以发挥动态的特性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是这七个学生 那他在杂错的时候呢 杂错到C 我就到C的这个链接串列里面去 杂错到D 我就到D的这个链接串列里面 加入一个新节点就好 杂错等G 它就叫G的这个链接串列 当我再发现到 又有一个grade 来了以后 没有关系 就在这个链接串列里面 所以他们彼此不会干扰 而且很弹性的G这个地方 有多少个碰撞都没有关系 我还是整个可以存进去 这就是利用链接串列的这种方式呢 能够得到的一个好处 这是我们所谈的两种这个方式 两种方式 好 那么谈完这个方式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课程呢 做一个回顾 我们谈到资料处理跟资料结构 到底它发生了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 资料经过处理就变成资讯 但是关键是资料如何的结构 就是它怎么样摆放 如何的操作 那么这两个呢 事实上就是资料结构要探讨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学期 这18个讲次里面呢 我们总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一开始 我们用两个讲次来跟各位 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 然后呢 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题方法 叫做地回解题法 那这个部分呢 几乎到后面 不管是搜寻啦 不管是排序 我们都重新看到它的存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题方法 就是用问题的本身 就是用问题的本身来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也介绍了两种资料操作的方式 一个叫做排序 一个叫做搜寻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两个单元 跟各位介绍的内容 那我们整个18个讲次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放在各种资料结构的介绍 我们用了11个讲次跟各位介绍 各位还记得我们介绍了哪些结构吗 我们大致上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线性结构 一大类是非线性结构 所谓的线性结构 就是我们这些资料 他们是用前后关系来表达的 我们讲的两种基本的结构 是阵列结构跟链接串列 那么这两种结构 也是后来发展成其他结构 非常重要的一种材料 那么阵列我们想到的是 静态的资料结构 它宣告以后 这个数量就固定的 那么它的方便是 我们很容易对号入座 也很容易找到中央元素 去做二元搜寻 它不方便的就是 它是静态的 要插入 要移除 都要移动其他不相关的资料 那么链接串列相对的 它是用指标来标注彼此的关系 各位发现到我们不管是树状结构 或者是图形结构 我们用很多的指标 那事实上它就是链接的一个概念 的衍生 那么我们线性结构还谈到 筑列跟堆叠这两种抽象结构 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有趣的游戏 各位可以回头再看 那么非线性结构呢 我们就跟各位谈 树状结构跟图形结构 那在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 我们用的结构非常的多也五花八门 我们在这个短短的18个讲次 跟各位介绍这两类结构 其实只是一个开端 希望各位呢 能够从这个开端呢 对资料结构产生兴趣 也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就看各位继续去进修 在你的工作职场上继续去运用 那么整个资料结构课程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 祝大家健康 祝大家事业发展 感谢观看